一名男子从屋内走出 看到门口停着一辆银色汽车 立刻举起铁锤 上前就是一顿疯狂猛砸 先是车头挡风玻璃 接着是右前车窗 以及车尾挡风玻璃 全被砸得喜巴烂 车主回来当场看傻了眼 没想到只是短暂停车 去找朋友 一转眼爱车就变成 这副惨状 汽车被砸得面目全非 车窗都被砸毁 砸车意外就发生在新竹市 这处民灾前 14号中午 车主把车停在门口数分钟 回来全车剥离就被砸毁 报警后警方询问动手嫌犯 车上留有电话 为什么要砸车 对方表示 不瞒每天有车停在家门前 才会动手 甚至反向车主违规再先 不打电话就可以砸车 不但不愿意赔偿车损 被告也不会出庭 觉得有点离谱 我现在暂停一下被砸 那心情很糟糕 你自己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我会怎么做 我又吓死了 立刻报警 有一部自小客车 停放在私人住宅前 下车离去 屋主因不满该车挡住出入口 而回省车窗 不满家门口被违规临时停车 屋主瞬间离之前断裂 动私行砸车 事后还嚣张狂呛 不会负责 但警方已经认定 根据影像拍下动手的人 就是屋主 将要帮车主讨回公道 静兄弟张静雯 高宇正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静静新闻